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年份 就在这一年 比利时的布鲁日造船厂建造了24艘崭新的潜艇 这些潜艇在完成后将被交付德军 以作为在英国和爱尔兰沿岸的战斗中所使用 在这24艘潜艇中 有一艘代号为UB-65的潜水艇 就是这艘潜水艇 在以后的时间当中一度被大家称作被诅咒的潜艇 代号UB-65 在安放龙骨之前就已经被命名了 连同相同型号的其他23艘姐妹舰里面 这艘并不算特别 都是包含军官三个人在内 总共可以搭载34个人的潜艇 而就是这艘不起眼的UB-65 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从开始建造它的那天 它就开始不断的给人们带来事故和灾难 在造船场中为UB-65安放大型铁骨的当天 作业中铁骨突然从起重机的铁链上脱落 正好在下方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闲聊 于是铁骨直接砸中了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当场死亡 另一个双脚被铁骨压住 动弹不得 其他人想操作起重机 吊起铁骨 把受伤的人拉出来 但此时偏偏起重机的滑轮坏掉了 结果整整过去了一个小时 才把压在下面的这个人给救出来 虽然在救出来之后 这个人马上被抬进医院 不过最终还是来不及宣告死亡了 半个月之后 UB-65的建造完成了 眼见日子一天天过去 潜艇的下水典礼也越来越近 三个工作人员为了进行下水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而进入了UB-65的机械室 但是没过多久 外面的人们就听见从机械室里传出来的呼救声 周围其他工作人员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跑去查看 却发现 舱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 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舱门撬开 但在窍门的期间 从机械室内传来的呼救声却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 呼救声停止了 舱门也终于打开了 被关在里头的三个人 因为吸入了有毒煤气 早已经弃绝身亡 之后人们进去调查 发现舱门卡住打不开的原因不明 而且到底有毒煤气是从哪里泄露出来的 也查不明 几天之后 UB-65终于初次亮相 出了船屋准备进行首次的潜水实验 潜艇预计起航到斯凯尔特河的河口 进行第一次的海中潜入实验 在潜艇下水之前 船长都会命令船员检查舱口 是不是已经关上了 可是就在这时 事故又一次发生了 接受命令上去检查的船员 在航行途中来到甲板上 一如往常般的在甲板上行走检查 结果有丰富经验的船员 却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海中 虽然船长马上命令停船 并且进行救援 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 这位不幸落水的船员 虽然发生了船员落水的事故 但是事故归事故 UB-65还是得继续进行潜水实验 潜艇来到了斯凯尔特河的河口之后 开始按照计划慢慢下潜 沉入海中 在下潜到九公尺深度的时候 船长下达命令可以停止下潜了 但就在此时 虽然下达了停止下潜的命令 但是潜艇却仍然在继续下潜 停都停不住 船员们操作也并没有什么失误 但是潜艇似乎就是要跟这帮人作对一样 不但没停 反而继续下潜 幸亏入海口的河床并不算太深 没过多久就已经下潜到了河底 这下潜总算是停止了 下一步只需要让潜艇浮上水面 这危机也就算解除了 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 不光上浮 其他所有的操作全部都失灵了 而且潜艇的外壳似乎是有一丝裂缝 使得为了排除压舱水 而让潜艇上浮而持续送入的压缩空气 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与此同时 导致整艘潜艇内 争气弥漫 全体人员都渐渐感觉呼吸困难起来 人们开始尝试各种方法 始终无法让潜艇上浮 就这样 12个小时过去了 全体人员开始感到绝望 甚至有人已经写好了遗书 而就在人们万念俱灰 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潜艇又开始慢慢的上升 最终浮上了水面 人们马上打开舱口 吸入外边的空气 幸运的是 整艘潜艇当中没有人员伤亡 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故 不过不管怎样 潜艇UB-65也算是结束了他的潜水实验 之后 驶入船屋 再次进行修理和整备之后 准备迎接他的首次任务 在上次事故之后 UB-65经过了精心的整备和检查 船务的工作人员也在保证完全没问题 于是UB-65再次启航了 他的首次任务是进行早已规划好路线的海上巡逻 由于上次经历了沉入海底的事故 有的船员也知道 在UB-65建造阶段 就有人曾经因他而丧命 于是 这些船员们一边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心理 一边操作着这艘潜艇 进行着他的首次任务 然而 首次任务非常顺利 巡逻任务完毕 UB-65也平安的回到了布鲁日港 准备在这里装进食品弹药和鱼雷 之后再次起航 但是 刚刚完成装载 准备起航的同时 之前装入船上的鱼雷却突然爆炸了 这起事故造成潜艇内和甲板上总共五个船员死亡 这起事件之后 船员们也开始私下讨论 都认为这艘潜艇被诅咒了 这个事故的牺牺牲者 其中有一位名叫修巴鲁兹的二等大富 至于为什么要单独提出修巴鲁兹这个人 我们之后再详细说明 全体人员帮包括修巴鲁兹在内的五个人 进行了葬礼 之后 UB-65又一次被送进船屋进行修整 不久之后 UB-65再一次修理完成 因为要再次登上这艘潜艇 船员们大半都感到恐慌 但是迫于命令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船 重新启航的日期也决定了 在启航日之前 全体船员在修理完成的UB-65前面集合 进行点名开会 因为上次事故死亡了五个人 所以又重新加入了五名新成员 这样总人数就又跟以前一样 不包括军官 一共三十一个人 指挥官站在绳梯旁边 一边看着人员登船 一边数着人数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二十九个 三十个 三十一个 三十二个 数来数去 发现 怎么多了一个人呢 指挥官仔细回想 猛热 猛然想起最后登船的那个男人 他好像之前在哪儿见过 仔细一想 那不正是在前些日子发生的鱼雷事故当中 死掉的修巴鲁兹吗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指挥官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他认为肯定是自己看错了 数错了人数 上船之后 船长和新任的船员们在军官室里会面开会 但在进行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闯入了一名二等大富 声称自己看到了之前死亡的修巴鲁兹 而且说另外一名叫做班杰拉的船员也看到了 船长找到班杰拉 质问刚刚二等大富的话是否属实 班杰拉也给了肯定的回答 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修巴鲁兹确实在甲板上走动 走到船头 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明视着大海 是修巴鲁兹没错 但是眨眼间 他就突然的消失了 班杰拉惶恐的说出了自己的话 并且因为自己所看到的而浑身发抖 发生这种离奇的事件 船长问了船上所有人 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答案 而且也可以肯定没有人在搞恶作剧 原本就听说过这艘潜艇被诅咒的船文 加上这次看到了已经死去的修巴鲁兹 班杰拉留下了一句 谁要是登上这艘被诅咒的船 一定会死的 我不干了 之后 做了逃兵 UB-65 这艘潜艇上接二连三的发生奇怪的事故 船员们也都私下讨论 但是军部认为这全部都是偶然 对于船员们的船员也都完全无事 同时对UB-65也下达了通常的任务 缺的人也给补齐了 直到1917年年底 UB-65在战争中曾经击沉了几艘敌舰 在英国海峡的巡逻任务也都是圆满完成 奇怪的事情也没有再次发生 可是船员们内心的恐慌却丝毫没有平息 直到有一天 一名大富意外的看到一个身影 从甲板走到船头 并在那里消失了 大富把这件事情告诉船员们 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修巴鲁兹的亡灵 没错 有人把这件事向船长报告 但是却反被船长骂了一顿 认为他一定是把什么人给看错了 可是直到有一天就连船长自己也亲眼目睹到了修巴鲁兹 他这才相信了其他人说的话 他也开始感觉自己的船被恶魔缠住了 即便知道修巴鲁兹的船员属实 自己甚至也看到过 但是身为船长 他不得不反驳这些论调 并对这些所谓的造谣者进行批判怒斥 时间来到了1918年 这个时候 UB-65接到了新的任务 击沉在英国海峡航行的敌人渔船和商船 1月21号 由于UB-65要为马达充电 所以浮出了海面 当年的潜艇在水中是靠马达运作的 所以常常需要浮出海面 让引擎运转帮马达充电 但是因为当时UB-65距离英国的海军基地不远 为了防止突发状况的发生 所以派了三个人在甲板上看守警戒 本来这甲板上应该是三个人才对 但是人们上来之后 却发现有四个人在甲板上 其中一个人立在船头的一边 临着船头溅起来的水墨 一动不动的 明示着海面 人们以为是偷偷溜上来的士兵 于是就冲他大喊 让他回去 可是当站在船头的男人听到喊话 回头之后 三个人发现 这个人正是休巴鲁兹 三个人一愣 顿时发出惨叫声 听到惨叫声的船长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 冲上甲板 这一下连船长也开始发出了惨叫 休巴鲁兹缓缓的朝这边走了过来 并且用愤怒的双眼 明示着船长 但是就在休巴鲁兹走到离众人只有数公尺距离的时候 再一次忽然消失了 屡次出现的休巴鲁兹 让全体人员都觉得恐怖异常 但身处密闭的前景中 周围又都是海 即便知道是跟鬼同船想跑 人们也没地方跑 几天之后 UB-65击沉了一艘敌舰 并且给予了另一艘其他舰船 以相当程度的打击 这一艘受创的船只立刻逃跑 正常来说 潜艇应该立即追 这才对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船长突然命令停止追击 最终结果就是盗嘴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虽然很可惜 但了解之后 人们才明白 船长似乎有种不安的感觉 而且在经历了这么多离奇的事情之后 整艘船的人都开始坚信这一点 几周之后 UB-65再次航响布鲁日港 打算在这里短暂停留休息 并进行UB-65的整备和检查工作 补充需要的物资 全体人员都很高兴 一来登陆期间可以休息 二来也不会再看见休巴鲁兹了 可就当船员们挨个从潜艇上走下去的时候 突然从空中传来了机关炮的声音 恰恰遇上了敌机空袭这个港口 船长此时也正在往外走着 惊慌之下准备回到UB-65中进行避难 但就在这时 敌机丢下了炸弹 炸弹在UB-65附近爆炸 建筑物的碎片直接击中了船长 切断了他的脖子 没有头颅的船长尸体 立刻摔倒在地上 而当时在他附近的其他船员 却毫发无伤 连续发生数起的事故 船内似乎还潜藏着休巴鲁兹的亡灵 还有这次船长的惨死 船员们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恐惧 全体人员都不想再登上这艘船了 其中有些人甚至出现了精神异常的情况 其他人也集体上书上级长官 海军当局听到这艘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传闻 再加上这艘潜艇全体人员的请求 总算也开始相信这艘船的传言 潜艇舰队司令甚至亲自到了布鲁日港 并且登上了这艘船 并指派路德派的军中牧师 为船只进行驱没仪式 如此之后 由于这艘UB-65还是现役舰艇 还没到达废弃的程度 所以高层决定更换大部分的船员 从精神症状严重的人开始按顺序调换人员配置 虽然留下的老船员都非常不满意这种决定 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UB-65在迎接了新成员 还有新的船长之后 再次迎向战斗的海域 1918年5月 UB-65从英国海峡往比斯开湾航行 这是新成员的首次启航任务 可是意外的事故仍然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启航第二天 鱼雷炮手耶巴巴尔德突然精神失常 开始暴动 并且喊着说看到了鬼 船员们联手压住他 帮他打了镇定计 这才让他安静下来 当军舰浮出海面时 耶巴巴尔德说想上甲板转转 船员们于是把他带到甲板上 却没料到他一到甲板就突然挣脱了人们 跳入了海中 再次之后 各种奇怪的事情开始陆续出现了 潜艇在遇到大浪摇晃时 机关室主任一个不小心跌倒 造成了脚骨折 在潜艇浮出海面 用甲板炮攻击英国商船的时候 在甲板上射击的主炮手利亚德麦亚 被不明原因的大浪卷入了海中 等到被发现时 早已经溺死了 在遭遇敌击之后 潜艇潜入海中逃跑 往不同的方向 航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浮出海面 却发现敌机竟然还在上头 并且开始轰炸UB-65 新任船长之前也听说过 很多关于这艘受诅咒的潜艇的故事 才刚上任 在船上就发生了这么多起意外事故 连在战斗时也是倒霉连连 从船长到船员都有种不吉利的预感 所以UB-65尽量能躲开敌人就躲开 即使发现可能是敌人的船只再弱小 也不主动出击 小心而且慎重的航向归途 总算安全的返回了布鲁日基地 全体人员这一下总算是安心了 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有个船员得了风湿 只好暂时让他住院接受治疗 而其他人跟UB-65一起在准备了几天之后 再次出航 两个月后的1918年7月31号 德国海军本部宣布UB-65失去联系 正在住院的船员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虽然大家早有不好的预感 但这艘潜艇的末日也终于到来了 关于UB-65为何失联 没有任何线索 到底是叛逃 是被击沉 还是其他的事故 没有人知道 几年之后 一战结束 身为敌国的美国的一位潜艇船长 提出报告 证实曾经在海上看到了德国的UB-65号潜艇爆炸 当时美国L-2号潜艇正在爱尔兰西岸进行战斗巡逻 偶然之下发现了浮在海面上的德军潜艇UB-65 人们用前望镜观察 确认了就是德军的UB-65号潜艇 因为当时美国和德国是敌对状态 L-2号马上进入了攻击状态 准备完成之后 就等船长下达发射鱼雷的命令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 海面上的UB-65却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美国潜艇还没攻击 UB-65却自己爆炸了 L-2潜艇的船长也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在UB-65即将爆炸之前 L-2潜艇的船长曾经透过望远镜 看到了UB-65的舰桥上有个人影 那是一个抱着胳膊 动也不动的德国海军军官 此后 有关UB-65的船员开始传开 休巴鲁兹的诅咒成真